压作性骨折的功能锻炼呢 主要就是一个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就是让腰背肌多收缩 病人呢可以躺在床上 用胳膊肘支着床 用腿支着床 然后呢把肚子和胸部往上挺 这样的话呢锻炼一下腰背肌的力量 也可以趴在床上 做飞燕点水式的运动 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 同时呢病人呢也要做 双上肢和双下肢的主动和被动的活动 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呢 增加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 就是采取多种方式 呃 吃的